大新店有线电视从107年开始配合新北市政府建制公共监测平台 今年在经营区内又新增了两个监测点 提供公所、消防、学校等单位能够及时掌握水情监测画面 及早做出因应、减少灾害损失 新北市政府从107年起就与辖区13家有线电视业者联手建制新北公共监测平台 大新店有线电视全力协助配合 今年在经营区内又新增两处监测点 分别在新店复兴路80项底以及安德界60项 总计目前一共有7处监测点 本公司从107年度开始跟新北市政府新闻局 共同合作建制水情公共监测平台 到109年间一共设置了5处 今年会再设置2处 所以一共会设置7处 大新店有线电视网络工程部经理王于谦表示 这个监测平台运用了数位化高科技传输 影像清晰 在多次发生强降雨时 提供公所、消防、学校等单位有效掌握最及时的水位监测画面 及早做出阴影避免造成损失灾害 曾经发生多次的强降雨 那造成的部分的路段有寄淹水的状况 那这套系统充分的提供现场及时水位的监控影像 让公所及相关的局处单位有效掌握 并提早做出阴影的处置 有别于一般传统的监控系统需要另外拉线 容易造成天际线凌乱 这个公共监测平台则是借由有线电视现有的高速光线网络 不仅稳定而且在维护上也相当快速 随着防汛期的到来 午后豪大雨所带来的雨势总让人担心害怕 现在又增设了监测点 让水位监测的防护网更加完善 也使得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更加有保障 记者陈小旦 赵方琪 新店采访报道